殡仪馆的乘客 这是一个名叫小思的女孩父亲的亲身经历 故事发生在林海 小思的父亲当时是一名计程车的司机 有一天晚上 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比平时晚了许多也没有回家 只是开着车在城东那边乱转寻找乘客 但一直没有什么人搭车 夜色渐渐的越来越浓 路上的行人也快看不见了 他看了看手表 已经十点钟了 回家吧 他想着正当他准备开车往回走的时候 忽然前面有人拦车 小思的父亲将车停了下来 殡仪馆 黑暗中看不清来者的脸 只是感觉他身上穿的那件白色西装 白得令人招架不住的耀眼 与隐隐使人不安的恐怖 车门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小思的父亲往后山的方向逝去 通过后视镜 他依然看不清楚那人的脸 车内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 他不仅浑身哆嗦 他的脑子有些浑浑的 想不到什么 瞌睡似乎上来了 到了殡仪馆 车子刚刚停下 那白衣乘客便塞给了一张百元大钞 给小思的父亲 他不加思索地接了下来 转身找了97块钱给那个人 开着车子就回家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沉 也没有向家里人提起过这事 到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昨晚的事 觉得有些不太对头 拿来那张钞票一看 居然是一张明币 中午 老张在一位兵仪馆工作的朋友 来到他家聊天 只听他说 这年头怪事可真是年年有啊 这不今天早上去存尸房的时候 居然发现一具尸体的手上 拿着97块钱 真是撞邪了 小思的父亲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尸体是不是穿着白色西装 没错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以上就是这个事情的经过 后来这个故事就传开了 只要是林海人都会知道 这个故事